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到400米的一个加速 并且尾速可以达到209公里 是目前科尔维特家族中速度最快的一款量产车型了 其实整个前辆我们能看到车辆还是依然采用了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整个线条设计 同时呢 我们还是能看到C8 Steamray以及C06的部分设计元素 整个车头的攻击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 来到上面 其实这一代科尔维特最大的变化呢 就是它从一个前置发动机的跑车变成了一个中置发动机的一个布局形式 同时呢 车辆有14种配色 包括新增的蓝灰绿三种颜色 同时呢 侧面还增加了一个E-Ray的一个专属标识 细节方面啊 车辆提供4款铝制轮圈 以及我们如今看到的这款碳纤维的轮圈 尺寸方面呢 前20后21 同时轮胎方面呢 可以搭载的是米其林Pilot Sport系列 你还可以选装性能更强的Pilot Sport 4S系列 整个尾部啊 看上去一样还是十分具有攻击性的 尾部这个左右分体式的这种尾翼 加上这个Steam Ray黄鲦鱼的这样一个标识 同时呢 车辆是标配了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并且呢 标配Carbon Flash的一个碳纤维的套件 新车的整体内饰设计基本与Steam Ray保持了一致 中控台采用偏向驾驶人一侧的一个会有战斗氛围的设计 同时呢 内部将会采用大量的碳纤维材质 同时 仪表盘以及中控屏上增加了混动系统的数据显示 动力方面 车辆采用一台6.2V8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502马力 最大扭矩637牛米 主要驱动于后轴 而前车呢 则是搭载一台最大功率163马力的电动机 峰值扭矩呢 能到165牛米 整个系统的综合功率最大能做到655马力 变速箱部分呢 搭载的是雪佛兰的一个8速双离合变速箱 作为一款混动车型 车辆搭载了一块1.9千瓦时的电池 可以让车辆呢 行驶至7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但是呢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呢 大概只有6到7公里 车辆搭载的是智能的一个四驱系统 会根据不同的路况对前轮的输出进行一个调节 比如你在公路啊 或者是赛道行驶时 车辆会自动对前轮的输出进行一个调节 同时呢 车辆将会配备电磁悬架 以及Brembo的碳陶磁刹车系统 并且呢 将会采用6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供消费者进行一个使用 最后 准备转发开通路就不会有关系 颜色的通路就不会结束